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一枝桃花枝 以作代替 你考虑的倒是挺周全啊 世人皆知李白的诗 张旭的草书为唐代二绝 却鲜有人见过裴鸣当年的剑气舞 婢女从小跟随哥哥年庚瑶 席闻学舞 颇有些男儿气概 婢女以为舞之美在于舒缓柔美的逾越之情 能给人带来一时的欢愉轻松 而持剑打令 则可以让人 如同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境 既有太平盛世的和顺之美 又时而不忘战争来临 拔剑而起的英勇无畏 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啊 朕年家人真是人才辈出 连一个女娃娃都生得如此聪慧 九公啊 奴才在 这个年书员给朕留下 朕要分她为天下第一才女之美丽 喳 年书员生于炳辰龙年 二月初二晨时 命中有福 这是妄夫之命啊 那朕更逮留下了 可是年书员的笔事 均在贺兰宁秀之下 德妃可有一议 皇上 这郑白旗汉军都统 石温炳之女 瓜尔加是贺兰 和义政大臣 费扬古之女 乌拉那拉式宁秀 军已入选 若这年书员当选 您看这二位 该把谁剔除掉啊 既然皇上这么犹豫不决 倒不如把三个臣女都给收了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好 这个主意好 传旨 将此三人都一起带入宫中 陪宫主读书 喳 皇上英明 婢女年书员 多吃点菜 谢夫人 女儿 有什么心事吧 爹爹是知道淑源的 我一点都不想进宫 我一点都不想进宫 更不想离公主阿格门太近 免得给自己沾惹是非 这世间的女子啊 谁不想离皇宫近一点 今天你能让皇上容颜大悦 我们年家也是余有容颜哪 可是你偏偏不爱这皇马官 就喜欢这身素不一 就是啊 素不一怎么了 吃点菜 何须论德桑 才子辞人 自是白衣倾向 你呀 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 但是如今 皇命难违呀 为父 只希望你接下来尽得功趣 尽心尽力 陪伴公主读书 将来有一天回到家来 我们年家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那是必须的 来 多吃点 我要经常回来 吃额娘做的 红烧荔枝肉 两位妹妹好有缘分啊 今日我们三人一同入宫 之后就能朝夕相处了 嗯 咱们三个以后呀 就算是姐妹了 在二哥们面前 我们可要互相帮衬啊 能与两位姐姐相识相知 已是我三生有幸 我希望能和两位姐姐 开开心心地度过陪毒的日子 然后他日再回到家中 妹妹 我真喜欢你这样 女士无征的性格 我也喜欢太子妃的性格 小胆伤 不要声张嘛 这可是 我们姐妹之间的小秘密 纳兰夫人呀 一看就知道 是会保守秘密的人 让别人听去了 还让我怎么做人呢 宫秀 我可先跟你说好 以后 你可不能跟我抢太子啊 放心啦 我的太子妃 这么多阿哥呢 总有一个适合我的 奴婢恭迎三位小主 请三位小主随我前往慈宁宫 拜见皇上 太皇太后 是 是 谢嬷嬷 走吧 我 去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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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军姐 不客气 下一个 快点去吧 那我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喜 进去吧 谢谢公公 快去 皇上 太皇太后 朕已带到 婢女参见皇上 太皇太后 愿皇上 太皇太后 万福今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太皇太后 从今日起 你们三个就要陪伴公主 一起读书写字 大公主荣宪呢 温婉贤淑 直书达理 习得天下一术 妙手人心 英雄 就由你 陪伴其左右 是 婢女领旨 朕的这个小公主啊 温献 乖张任性 虽然没什么坏心眼吧 但是呢 容易生惹是非 贺兰 你要好生赵国 贺兰皆旨 年书元 婢女在 你可是朕特意留在公主身边的 朕要求你 不仅要陪伴两位公主读书席字 更要教会她们略懂防身之术 我大清皇族之女 不仅仅要拥有大家闺秀的 贤良书的 还要拥有胸怀天下的气图 年书元领旨 嗯 嗯 好 你们三人目前赞助中翠宫 每人带一名贴神的丫鬟 啊 过几日呢 梁公公会派人前往中翠宫 传授宫廷礼仪的 奴才谨遵义旨 谢太皇太后 谢皇上 婢女告退 真好啊 像花儿一样 老祖宗啊 孙儿可是听说 您年轻的时候 那美的 献杀旁人呢 你年轻就是好啊 年轻就是好啊 叫什么名字啊 小人流喜 可是自愿净身的 是 好好想想 现在后悔的话 这会儿还来得及 绝不后悔 这以后段子绝孙的事儿 可就跟咱家没有干系 毫无干系 浪子俯胜 一身轻 子孙相传 高披荆 来吧 有点疼 忍着点啊 好 到地儿了 下来吧 记得明天把担价还回去 多谢公公 好 今后您为姐弟相承 我想照顾你 姐 有了你这句话 留在这宫里 一定好好活下去 姐 一切也表现了 在这宫上 不远 对 他连人家面都没见过 就成太子妃了 你们都放心吧 赵二哥呀 一会儿准来 那 您庚瑶怎么还没有来呀 陪读的人 当然是一早就在旁边伺候着 把他们叫过来吧 参见各位二哥公主 参见各位二哥公主 你们三个报上名来 婢女都统 石文炳之女贺兰 婢女宁秀 大将军费扬谷之女 所以 你就是年书源 是 婢女年书源 太傅年侠林之女 年书源 你把头抬起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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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光真不错啊 你看 长得多片了 好了好了 你当这是你的寻方阁呢 这可是咱们当今朝廷大群的 大家闺秀 你说话注意点 我就不喜欢什么大家闺秀 我就喜欢那小匣子气的 怎么着 行了 你们都起来吧 谢大阿哥 谢大阿哥 行行行 你最特别 别少了 安达老师来了 末将安达参见各位阿哥和公主 安达老师 老师 请 各位阿哥 来 跟我一起 推弓 玄壁 臣肩 抬肘三指 叩咸 咸贴鼻尖 嘴角 下额 重心放在肘线上 身体稍贤轻 好 放心 陪赌的也来试一下吧 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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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文献 你来把今天我所教的 演练一遍 我来吧 用力把她拉开 对 用力把她拉开 年跟雅 男女授受不侵 不许你碰姐姐 微臣失礼 二位公主恕罪 你也是一番好意 没关系呢 这么胡的姐姐啊 什么好意 不行就是不行 年跟雅 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你碰姐姐 听到了没有 是是是 微臣知罪 三弟 你看错了 这其中啊 别哭了 必定有其他故事 你看他们三个 各怀心事 二哥来了 二哥 二哥 挑剑我的在哪儿啊 年书园 你居然敢瞪本太子 全世界还没有敢这么看我的 殿下莫要怪书园妹妹 刚才殿下来时 婢女看到太子殿下身后 光芒万照 我想书园妹妹 这才策研躲过 还请太子殿下 不要责怪书园妹妹了 真的吗 你也看到了吗 嗯 也对 我是太子 出场时 自然带着 与旁人不同的光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迟到吗 是 因为我知道你刚进宫来 定不会拉弓射箭 也不懂什么技巧 戴上它 保护好自己的手 谢太子殿下 婢女不要这东西 不要 要 太子殿下 妹妹自幼随我一起西武打猎 射箭水平 倒是比一般人略高一点 贺兰姑娘 你快接着 谢过太子 谢太子殿下 礼机设议有云 顾男子生 桑狐鹏十六 已射天地四方 一剑射天 一剑射地 四剑射地中西南北 好厉害 你说这年书园是怎么回事啊 这世间女子见到太子 没有不想要靠近的 唯有这年书园 反应有所不同 难道她还在记恨当年的事啊 当年 五年前咱们初见年歌瑶之时 你我二人戏耍人家 刚好撞见着年书园 对对对 是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她不可能到现在还记得呀 二哥你可还记得 当年为何生年歌瑶的气啊 一剑射 别卖关子了 直接跟我说吧 这古人云 唯有小人与女子 难养也 这也就是为什么 年书园会记恒于你的原因 原来如此 二哥 三哥 八弟 八弟 二哥 这一年一度的几局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听说 皇阿玛还会亲自观赛呢 太好了 又到了咱们一转身手的好时候 没错 去年输给了大阿哥 今年不能再说了 咱们得把 伸手好的几个阿哥们 拉拢进咱们队来 八弟 去年你跟了大阿哥 今年跟我吧 我刚才去阿娘那请安 已经答应大哥了 万一不这么快 那四弟那边呢 他球技最佳 为人低调中立 咱们若是去寻他 相比准赢 也对 那咱们走 走 走 四弟 四弟 二哥 你们怎么过来了 这次凑局比赛 加入我们队吧 实在太不巧了 我刚刚答应了大哥他们 又让大哥领先一步 其实 我对竞技比赛 平时也不太感兴趣 对了 你们找过年耕尧了没有 他好像在这方面 还蛮不错的 是啊 年耕尧跟我关系挺好 不知大哥是否找过他 好像是 还没有吧 好 那二哥三哥 这次 我就跟四哥一起 并肩作战了 好啊 到时候我们一起在竞技场上 好好地玩一玩 那好吧 三弟 我们去找年耕尧了 四弟 八弟 我先走了 二哥慢走 那四哥若是无事 我也先告辞了 走好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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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找你 好 这次集聚比赛 加入我的队吧 集聚比赛 好啊 这样我们就如虎添翼了 是吧 太子言重了 那个啊 你妹妹 对 年书员 她会来吗 我妹妹 这 微臣就不太清楚了 如果年书员能来 我定要好好表现 赢得她的芳心 可以的 太子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怎么了 没有 我都听到了 没有啊 我是说我们要一起拿下比赛 对吧 一起拿下比赛 不是 你说输员 不是不是 三弟 你还有事对吧 对对对 不是 可是我 我还有事我们先走了 三弟走 对 太子 你说输员她 您 三弟 她说 我妹妹 比赛 几局比赛 您输员 三个 娘娘 皇上今儿晚上在荣妃处歇息了 您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我吃什么吃啊 拿走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走 娘娘 您多少也吃点吧 这雪莲可是大阿哥专门托人 从雪山给您带来的 是大阿哥的一片心哪 拿走啊你们 快点 咱俩 하세요 满 都要是 去 是 是 马忠贤 娘娘 去 把大阿哥叫来